中央社巴黎5日综合外电报道法国官员今天表示,巴黎西南部16区一栋公寓大楼凌晨起火,夺走至少10人性命,另造成30人受伤,警方已逮捕一名女性嫌疑人,朝纵火案方向侦办。 这栋八层楼公寓大楼位在巴黎富裕16区的爱兰吉杰兰奇。而斯特里特,这是巴黎近年来死伤最惨重的火灾事件之一。 现场的影片显示,火蛇从顶楼窗户窜出,消防人员爬。上梯子,把受惊吓的民众从浓烟密布的大楼救出。 火灾现场据形容破坏严重令人难以置信,大。火还造成约30人受伤,包括6名消防人员。 巴黎检察官海兹雷米海兹今天上午说,已逮捕一名嫌疑人。 是女性,她目前遭到拘留。 她又说,这名女子住在起火大楼,她曾有过精神问题。 检方表示,将以纵火造成人员死伤的刑事最侦办。 这栋公寓大楼今天凌晨1时台湾时间5日8时窜出火蛇。 约200名消防队员花了超过5个小时才终于控制住火室。 部分居民逃到附近大楼屋顶,躲避浓烟和火室。 这个住宅区位在广队的部落面森林公园伯德伯洛面旁边,套进足球禁旅巴黎圣洁曼队。 帕里斯圣格尔曼的主场王子公园体育场帕克德斯普林斯斯。 有关当局也疏散两栋相邻建筑物的居民,以防万一。 地方官员在火灾现场帮助无法回家的住户寻找安身之处。 译者,叶丽伟,核稿,林志平10800205。